这是1997年即将回归祖国前的香港 治安混乱 各种帮派层出不群 其中以越南回来的三星帝为首的黑客会传火倦南帮 以新村手辣的做事风格 生命确体 发展迅速 他们走私毒品 持枪杀人 据众走 可谓是无恶不作 为了寻找足够的证据 香港警方派周华正作为卧底 潜入他们的团火伺机而动 马军水江港中安 此次他正在接受控诉调查 原因是因为他办案守法领利 凭则致任伤残 重则竟将认打死 一个月出警十四次 共打伤50多人 这天做白粉生命的一个当地的大山哥 带着一众小弟 气势汹汹的来找越南帮的老大扎哥 原因是山哥让越南帮三兄弟往越南送货 但过去两个多月了都没有消息 山哥怀疑是他们吞了自己的货 要求他们给他们八千万就可以扯平 华生上前调侃说 走水路时间慢的安全 多等些时日也正常 其料山哥抬腿就是一脚 说让托尼出来 弄个小弟挺算什么事 这件事之后 香港当地社团的老大四眼找到托尼 说他们兄弟三吞了阿珊的祸 还打了人 坏了当地的规矩 这件事社团里的几个老大都要管 只见托尼一边吃着面一边说 阿珊必须消失 这件事你们不管 就没有事 免得牵连到你们 这时老三阿虎上前把手机放到桌前 里面是扎哥的声音 原来在他们来找托尼谈判前 扎哥已经带着华生去了四眼孩子的学校 以四眼的老婆与孩子的安全要挟他 四眼只好妥协 阿珊的事他们都不在插手 第二天 登哥正要带着妻子和女儿出去玩 在华生的掩护下 山珠捡回了一条命 在华生的掩护下 山珠捡回了一条命 躺在IC剧里 他颤颤巍巍地和肥仔警官说 他要做五点证人 并将托尼兄弟三人所做的事全部交代 下午 华生也传来消息 今晚扎哥他们兄弟 单要给他们的母亲过八十大手 这次正好可以将他们一网打尽